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你的生日 只需要你给我转一百元手续费 就送你一部华为手机 我知道他是骗子 但我还是给他转了一百元 因为他是今天唯一记得我生日的人 过了几天 我真的收到了一部华为手机 骗子说 长这么大 你是唯一一个相信过我的人 然后呢 老师给他的评语是 信任是相互的 所以呢 这篇作文篇幅很短 但是读完呢 却给人一种意犹为尽的感觉 这个小学生呢 明知对方是骗子 却还是交了手续费 是他太傻吗 不是 是因为孤独 因为除了这位骗子 没有别人记得他的生日 我们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谁知呢 这个骗子当真履行了承诺 是他真诚吗 也不是 因为他被这个难得一见的信任感动了 那三毛曾经说过 我赠你三月春光 你与我四月桃花 世间真情 莫不如此 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收听心灵有约栏目 明早九点 龙音FM频道 林林与你不见不散